大家好,在9月22号我专门聊过了一期重心悔萃热闹非凡的大湾区中秋晚会 这场晚会实意上亮点很少很少 文星逐臭的娱乐圈狗仔们根本就没法发挥想象施展拳脚 于是乎大家一窝蜂的狂吵卡斯威的王妃及其其他各种的CP的绯闻 其实现场还有一对很抢眼的屏幕CP 居然没有人能够留意得到 这让我很意外 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理也和王一博的话 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尽快的把握机会 尽快的野蛮进主 尽快的野蛮得奖 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 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 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 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 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 首先 这次盛会是在娱乐圈整改风暴 横扫全中国两岸三地的情况下进行的 所以特别特别的引人关注 有关的制作单位格外的严选了外籍的演员和嘉宾 严控了流量的艺人和嫌疑 在杜绝流量的同时 出场的都是安全的老面孔和经典的实力派 由于那些可以在舞台上呼风唤雨的顶流艺人们 大都没有得到中央的祝福 如愿以偿的出现在这个万众瞩目 洗脱嫌疑的全国性的大舞台上 所以这场晚会的现场的焦点 大都落在了各种相对成年老旧的 唤醒记忆的CP上了 例如王菲和谢霆锋 陈伟廷和蔡卓妍等等 这些娱乐性其实早已经大打折扣的绯闻男女身上 所以精彩的程度实际上乏善可陈 话说这个陈伟廷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香港人 有着天然港星的光环 属于香港已经为数不多的屈指可数的顶流艺人 所以即便他背负流量的原罪 却也没有受到限制 顺利的登上了这个国家级的政治修大舞台 而且这个陈伟廷还能够以乐语独唱一首漫步人生路 去致敬逝去的邓丽君 有意思的是陈伟廷的商业眼光真的是不弱 早在2013年他就随大流的进入到了大陆地区去绝金 直到2016年他倚靠霸道军阀张启山的角色 在一部现象级IP大剧《老九门》当中脱颖而出 名声雀起 一跃便跻身到了国内顶流的行列当中去了 更为夸张的是陈伟廷所饰演的这个角色的造型 居然还成功入住到了上海杜沙夫人拉相馆 可谓风光无限 而演技更加出众的赵丽颖 转年也就是2017年才通过《楚桥传》的角色 成功入住到了杜沙夫人拉相馆 说到这儿 您留意到了没有 赵丽颖可是在这部《老九门》当中扮演陈伟廷的屏幕CP 也就是那个花痴软萌的大小姐尹新玉 要知道赵丽颖早期的作品不少都是形象甜美可爱软萌的角色 所以在这部《老九门》当中它的代入感极强 可谓粘手起来 说实在的我对陈伟廷的演技保留意见 我也对这部《老九门》没啥好说的 因为编剧很任性 主轴很模糊 拖泥又带水 让我根本就无力吐槽 我只能深深的感觉得到南派三叔作为监制 真的是对这个港星陈伟廷寄予了无限的厚爱和加持 可以说从剧情而言 这个主角张启山张大佛也 除了一路的耍帅耍酷装逼和作死 基本上没有可歌可泣 惊心动魄的桥段 能够把观众带入进去 有的只是主角不死不灭的帅酷的光环 因为主角没法死 所以作死特别多 因此 在我的眼里 所有国产的有名有姓的盗墓剧当中 这个《老九门》根本就排不上号 更谈不上前十或者前五前三了 但是奇妙的是 如果单纯的把所有国产盗墓剧的爱情线提存出来的话 做一个比较的话 这个《老九门》又绝对可以独占熬头 碾压群雄了 因为剧中的赵丽颖举手投足 一贫一笑 都太能带感了 太能来戏了 甚至可以把观众 因为陈伟霆所造成的出戏感 重新又转回到了剧情当中去了 这是一种相当搞笑的 却又很难察觉的画面感 这就像黄毅所当纲的上措花轿架对狼一样 一个人的灵气可以完美的支撑起整个剧情 同时也惊艳了吃瓜的观众们 在时代正剧野蛮生长迟迟都无法官宣的漫长的等待岁月里 鲜鲜嚷嚷的这个《老九门2》 却打算日热闹闹的开拍了 而且还是原班的主要的人马 毕竟五年都过去了 这种自带爆米花的抗日偶像言情剧 肯定可以收割新的一波老九门的粉丝 甚至一大波吃瓜就好的粉丝们 除了陈伟霆赵丽颖这两个自带收拾保证的 也完美经历过中秋晚会这个国家级考验的正牌男女主之外 王一博其实也完全能够胜任其中不缺细分的重要的角色 例如二爷八爷或者张副官 您如果看过《老九门》的话 重剧呢还是更加期待转型实力的夺奖呢 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 或者中英祝愿云匪夫妇王炸CP 依然能够顺利的进组也们的拿奖 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 鼓个利加个油或者喝个彩 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 已经证明了多次了都是达成心愿的无形的能量 这些无形的能量慢慢汇聚起来的话 就是积蓄天上财富的打造人间传奇的能量场 这种能量场终有一日会为您点亮黑夜带来惊喜 更会影响到更多更多的人 包括您所憧憬和祝福的事情 包括这次已经反转了无数次的野蛮生长 爱就请全新的爱到底 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 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 因为这里有爱有光也有言 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